一般人的早餐如果是吃牛杂湯 您可以想像吗 在屏东潮州牛杂汤 再搭配一碗白饭 就是当地最道地的早餐吃法 也是潮州人的活力来源 而这碗汤是1950年 由中医师叶德夫所创 搭配独家调制的中药包熬煮 糖头鲜甜 牛杂弹萃 喝下口是神清气爽 也是当地历经半世纪的美味 祖传三代的老店 还有从牛头吃到牛尾的全牛料理 以及独门沙茶酱做成的沙茶火锅 每一种味道都是在地人 超推荐的好味道 在地点推荐的这边一定要来鄙视 牛肚啊 然后这个健身牛肉 那个牛肉炉 牛肉都很新鲜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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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牛杂 外面吃不到 口感啊 跟那个 也不会有那种牛腥味 对 然后吃起来就很轻松 来 热汤来了 滚烫的牛杂汤 刚上桌得不及放凉 就嫌喝上一口 一碗汤 一碗饭 客人大快朵衣吃得真香 这家位在屏东潮州的老店 历经了三代传承 有印象小时候就吃了 它好像有中药味 然后蛮新鲜的 蛮好吃的就对了 好吃就对了 牛杂它是非常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 上选调理过后 对人体非常有益 它里面有肠子 肚丝 还有这个一些心 杂这些的 花肉是牛的这个上选的礼姬 大概汆烫两秒 大概七分熟就可以上菜了 在飘出药膳香的滚烫牛肉锅前 咬上当天现宰牛杂 在北上几片九层塔提味 它是第三代老板叶淑明 这一碗碗的牛杂牛肉汤 就是道地的潮州早餐 潮州的早餐文化 这是牛杂汤 对 从牛杂汤 我爷爷那边开始传下来了 这里面最大的秘方 就是我们自己祖团的 特色中药调料包 这里面有十几种药材 去腥 胎胃 鱼皮 我在外面你早餐到这种包包了 这个台语叫做 本雷亚 本雷亚 一般是用来做面食 或者是这个汆烫 汆烫肉类的食材在用的 非常古法 那用厨式编织的 这目前很难找 坚持用竹编的竹篓烫肉 是他对古法的一种尊重 早上十点半开始营业 就有客人等不及提早报到 吃下这一碗活力全员 牛肉好吃又营养 好吃又营养 而且它这边的价位还好 那不错 我们住高雄 客人大老远跑来 配上祖传特制辣椒酱 用屏东老姜做出的姜泥 一口吃下香味窜入舌尖 温和不刺激的口感 让牛杂弹脆入味 另一旁的清炖牛肉汤 用的也是中药入底 氛围经熬煮的汤头 更显冬郁香甜 清炖有清炖的秘方 这是早上炖煮的这个牛肉 每天先要卖完就没有了 我们主要是药膳的汤底 但是它又是清香又不会给人家觉得在吃那种药头的感觉 因为我本身爷爷他是一个中医师 所以他用他的中医学式调配出来这些养生的调理秘方 我们的起源是1950年 由我爷爷创立的 当时那个年代百叶带心 牛肉是属于非常高价的食物 为了吃不起牛肉的人 叶书名的爷爷叶德福 就改用营养价值一样高的牛杂替代 很多工人吃一碗感觉 补满体力 久而久之就成为潮桌的风气早餐 你在看台湾 全台湾很多地方 牛杂汤大部分前面都写个潮桌牛杂汤 那就从我们这边带起来的风 我爷爷他是一个中医师 他以前还开过那个接骨院 他 我觉得我非常崇拜我爷爷 他一只手是拿菜刀 一只手拿剃头刀 然后这个就是还跌打损伤的 还是国术的指导教练 很厉害 说起爷爷 叶书名一脸崇拜 叶书名的父母亲 为了打造更舒适的环境 砸下大笔钱财 但开店的前几年 却遇到亚洲金融风暴 在当初这间店投资额 将近七千万 七八千万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经常陪我妈妈要去跑三点半 因为真的在从这边工作完 然后早上忙完收完钱 就又赶去银行销利 那个过程真的很印象深刻 很不容易 那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 这个孩子啊 你要知道我们家里负债有七八千万 大家要省一点不要浪费 当然放心我们有计划 我们慢慢地一定可以坚持 一定可以把这些债务偿还完 发挥我们的价值 父母坚持的价值 终于有了成果 慢慢建立起口碑 还协同伙伴家人 一步步开发出少见的全牛料理 像是牛逼牛佛 化身成锅中双饱 用麻油爆炒出香气 本身是牛的稀有部位 第一它也是要经过顺度的程序 然后裁切到最后 我们再用上选的麻油 新鲜的老姜片 那去做爆炒的动作 水跟骨髓的部分 量也都非常有限 所以一般当天瘦完就没有了 别处吃不到的部位 这里通通有 它物尽其用每样东西 让食材得到相对的价值 所有东西不浪费 透过适当料理 都能变成营养丰富的美味 沙茶牛肉 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它里面有这个 我们特别腌制的沙茶的牛肉 那搭配这个脆炒的油菜 沾有自制沙茶的香气 牛肉炒出鲜嫩清爽的口感 喷香扑鼻 所有热炒都得精准掌握火候 让牛肉保持嫩度 想吃得清淡一点 还可以雷上一盘凉拌毛肚 淋上日式酱料 放入姜丝葱花爽脆开胃 真的我第一次吃 会觉得很特别吗 对 要夏天 牛腰子是不是有点 有啊 有啊 那个很好吃耶 真的 太棒了 下次还会再来 从牛头 牛腰吃到牛味 口感也从软嫩到Q弹 新鲜是首要条件 我们家的牛肉特色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新鲜吧 因为每日现宅 这还是本岛牛的优势 每日现宅新鲜的温体牛 这个一头牛的部位 它有分可以做烫的位置 那也有分是做炒的肉 那我们基本上会按照 它的肉质的特性 去决定 滩烫的时间 每一头牛都不同 无法严纯 只能靠眼睛看 这就是经验 叶书鸣已有十五年的厨房资历 父母先让他到加拿大历练 创业六年 待了九年 学到一些西式管理方式 才让他清楚知道 家乡的好味道 也可以被看见 我觉得一个传统美食 要发展到国外 不容易的是 因为真的太传统 要出去也很困难 因为其实都很专注在这样的事 所以我很感谢 我父亲给我这个机会 那有这样的体验后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 把我们的家乡美食 带出去到国外去 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 我们对服务的 我觉得是对顾客的满意保证吧 我们不怕从草从做 但是就是要让顾客满意这件事情 欢迎光临 热情丰盛的招牌沙茶火锅 塞满蔬菜跟食材 实实在在浓郁的沙茶清香 不油腻且煮滚后香起扑鼻 在舒适的空间 来上一锅真的是一大享受 来屏东的沙茶火锅 就是要吃这一件 香气跟别人不一样 它香气很足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种类也多 然后吃多少拿多少这样子 还有它这边的服务也很 它推入很好 很亲切这样 牛肉 猪肉 海鲜 蔬菜等 多达近百种火锅料 三十元起跳 涮过的牛肉片 入口柔嫩好咬 搭配古法制成的独门沙茶酱 香气在口中蔓延 令人齿甲留香 现切牛一定要脸 来不要吃得到温体牛 这种现切的 肉质比较好 就是好吃 吃了就是这样 让客人回味无穷的温体牛 好吃关键除了新鲜 还有屏东人惯用的蝴蝶刀法 这个蝴蝶刀呢 我们切出来的薄片呢 它会比较像蝴蝶的形状 那同时它可以透光 保持这个肉的那个口感 外面不会这样切 因为这对刀工有一定的要求 很保留就是沙茶的香气 很新鲜 很鲜甜 然后不会咬起来很硬 就是没有带筋的 我们从小吃到大 对啊 从小吃到大 吃很久了 吃很久了 然后每个节日 都一定都会来这边吃 老店走过一甲子 这里也是许多老客人的 美好回忆 很多都是上一代 上上一代带着他们来吃 一代一代来吃 那曾经遇过一个就是 老年狮子的 他是自己走狮了 然后走到我们店里了 因为这里是他印象 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这边它有充满了 很多家庭的美好回忆 觉得非常的窝心吧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也是一个 跟我爷爷的连结吧 应该说 因为我爷爷晚年 也是老人狮子了 那他清肠就很开心的 因为他到九十几岁才离开 那之前身体都非常的强壮 他清肠很开心 就从前面招手 就跑来我们店里 那因为他之前都是去海南岛 他有时候狮子的时候 他走到我们店里说 海南岛到了 哈哈哈哈 这么厉害 对 但是他就一直 就会记得我的名字了 对 他虽然狮子了 但是一直记得我的名字 所以就觉得很感动 老店走过七十年岁月积累 在创新中保留传统价值 心中的梦想与热忱持续传递 期盼让祖传的美味更加茁壮发扬 你相信吗 在长生四起的社会中 高雄凤山竟然有一家霸丸店 从民国七十六年开业至今 从来没有涨过价 一颗霸丸只要五块钱 而且店里的萝卜大骨汤不用急 老板刘阿财坚持用再来米做面皮 肉馅也是选用上肉调配独家秘方 传统清蒸的口味在淋上自制的酱料 口感Q彈扎实 曾经还有客人一吃就是三十颗 还意有未尽 刘阿财从小过尽了苦日子 十五岁出嫁 十六岁生子 她说只要日子过得去 她的五元霸丸就不会长假 要不要吃几粒 一颗都五块钱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几乎它每天晚上 吃的口感很好 因为肉吃的又不油腻 它也不涩 吃起来又很舒服 它很平价啊 非常的同板价啊 禮拜六 禮拜天以来 他们都要开队 还很长 又便宜 又好吃 那你都吃不便宜 都八颗 有时候十颗 那个皮啊 做得很软 很柔 内饧也很香 大概七十块 对 您没有听错 老桃们天天报到的肉圆店 一颗五元 民国76年开业至今没有涨过价 手工制作 一包内馅多 这家位在高雄凤山的五元肉圆店 连大骨汤都是免费喝 随便你喝多少 清晨四点半开门营业到下午三点半 真能力排满一颗颗饱满软嫩的肉圆 初补时热气腾腾 香气只冲流来 清晨两点 许多城市人可能还没入睡 年近七十岁的老板娘刘阿财 却永远起得比别人早 在店里忙碌对料 我都差不多要不三点就要开了 两点没有 两点都就要起来了 好累 不过就是有工作做 人家是要活到牢 坐到牢 我们一开始就是先蒸两楼就对了 对 然后陆续再... 陆续 天亮的时候客人比较多嘛 才有蒸多一点 第一笼肉圆会先开如蒸 接着的工作活才开始 要煮水 熬汤 洗米 抹米 因为刘阿财的肉圆 都是每天现做的 我们就是用骨头饰的 就是要用10个米 现在现代的 都用那个粉 等一下就是来面的水粉 要用米用 以前我们用那个倒锅嘛 倒锅的时候 都要一个人在那里面 然后有这个机器 也用来这个机器 搅拌米浆 虽然用机器替代了员工 但是也是要时时刻刻在旁边注意 这么传统做肉圆皮的方法 已经很少见了 肉馅也是坚持用最好的上肉部位 加白油增加口感 再用红葱头些许調味料搅拌 食材成本毫不马虎 五元饭丸从未长过家 这生命需要怎么做 对方在哪里弄我 仅仅一斤四十五 藏肉76年的时候 一族長 长到现在已经一百二了 人家现在外部拍探户 我們是说 没关系 会在街上就好 那偶人做孩子很厚 在现在再帳母 再何名母带来吃 如果說一起來就給我說 老闆娘 我三代同堂來了 我就說不要吃那麼久 吃那麼久 我已經老了耶 因為這個项料都長得久了 對啊 這不是買便的 正常說老闆在來 新西蘭 三百六十五天 不管是菜頭貴還是便宜通通放 都是當湯底對不對 對 還有大骨 還有大骨 沒有 那個是只有他們 買魚丸湯才有錢 如果清湯沒有錢 免費的大骨湯 也是每天熬一鍋 隨便客人喝多少 加料的魚丸 綜合丸 一碗多超過三十五元 在物價高漲的年代 簡直是不可思議 即使是摸黑工作 在魚丸湯身上 感受到的是滿滿活力 小小肉圓的工序 竟如此繁複 當第一龍肉圓起鍋時 終於明白它的魅力所在 小巧精緻的外型 內餡飽滿 加上自製煮的醬油 和獨家番茄紅醬或是辣椒 口感相當富有三次感 大概就是這個時間來嘛 五 六點 對 因為我們早上要上班 每天啊 天天來啊 天天早上報到 你都是當早餐吃嗎 對啊 口感就是QQ的 阿里麵線要也滿多的 從早上四點半開張 一直到聽著見諒 吃早餐的客人陸續出動 許多人是上班之前 來吃上幾顆 也有很多外蛋 南台灣的清晨 簡簡單單的為你習慣 就從一顆顆小肉圓 開始了一天的生活 我讓一個十五顆 一個十顆 阿來 妳要幾顆 兩顆十顆五顆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一龍一龍也是很快喔 不一定啊 看客輪 白物的時候很快 有錢 對啊 對啊 做生意就是這樣啊 有時量的給你在那裡量快啊 不可以就很不可以啊 劉阿財的肉圓 客人幾乎一吃成主步 老人 大人 小孩都愛吃 除了頭薪價格 真材實料 手工包的功夫 也是美味的關鍵 你怎麼做到的 妳怎麼做 這個沒有拜書 它有辦法 沒有啦 沒有撇步啦 不然餓就好了啦 七十六年 下去做的時候 就是要做這麼燙 一口肉 對 都五顆 就是五塊都是固定的 這皮也不能太薄 對啊 太薄那個肉會吐出來 也不能太厚 太厚那個 那個客人就說 沒有看到肉啊 這樣啦 客人說什麼 我們就說好啊 那客人就多一次吃幾顆 三十顆 對 起碼我們女生差不多 六顆 八顆啦 十五顆啦 啊 懶得也十五顆啦 柳阿財做生意有自己的堅持 想到時尚苦人多 吃虧就是占便宜 不用太計較 因為他的成長過程 也是過盡了苦日子 老家在台南麻豆 家中娶活小孩 經濟條件在當年是極為不好 像我們小時候也是滿可憐 小時候我們在我們故鄉 就是那個小鼻頭 麻豆的小鼻頭 我們是種田的人啊 種田 如果沒有縮 縮心 沒受傷我們就沒人好吃 都吃寒稠啊 去嘴笑中午可以吃 不過我們小孩不知道說中午 中午的時候你現在來中午會熱嘛 在吃的時候就吵鬧了 兩個兄妹都喝豬奶水喔 對 所以現在你們的年輕人 沒那麼可能過了 沒錢 沒飯吃 只有在喝那個豬奶水 我都會流眼淚 他說好像是二年級還是三年級 然後如果女孩子 你如果人家看上嘛 爸爸就說家賣不去 有人要愛你就嫁 所以我十五歲就嫁了 他不懂啊 不懂就沒辦法 人家就要跟你嫁了 要嫁就嫁了 我們要喝名 小時候印象中年好好 吃一頓飯都沒有 在中男輕女的那個年代 被迫早婚 劉阿財十六歲就生子 然而結婚初期 先生工作不穩定 劉阿財除了帶孩子 也接了一些打毛線衣的火 慢慢存錢 生活辛苦 一家人是連肉都買不起 到我女兒三歲的時候 還沒生她弟弟 有一次她爸爸說要... 要叫我去菜市場 買年金的圓錢 我牽我女兒 牽到那個市場外面 我女兒出光光的啦 你看 多麼可憐 切切耶 切喔 不是切的喔 就是我們都沒有在... 沒有錢買肉嘛 跟那個老闆說 我一塊給她 所以我永遠自在心裡 童年窮怕了 為何為了孩子 劉阿財決定離開故鄉 來到高雄鳳山打拚 我的女兒已經四個月 從媽都流浪出來 流浪就是沒家了 你...我婆婆的小孩 一口花生 我老公的一口花生 做媽媽下去做就是說 沒關係 我們要賺一點 吃飯 賺一點工錢就好了 因為親戚有做 碗粿小吃的經驗 劉阿財跟著學做肉圓 慢慢改良口味 將近四十年前 一顆肉圓就是賣五塊錢 當時原物料便宜 神也好做 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漸好轉 只是在劉阿財心中仍然堅持 只要過得去 他的肉圓就不會漲價 我們是健康人 健康人所以不能說好 為了我們的土力 我要賺多少 一直掌聲想起 我就是好愛 包幾顆 阿財給你拿 好 謝謝 你不聽我年紀如果大 就是要做太健康 現在人家問說 你為什麼不退休 我說你要退休就休了 我要做太健康 我的健康是用心下去做 我們用心下去做 不要說 就是說人家說 哪裡便宜你就買哪裡 我不會 我一百歲做一百歲 因為苦過便能養同身受 不要再把心包進肉圓裡 再用愛回饋給客人 一種天天吃不膩的味道 就是最美好的滋味 說到屏東最強的特色小吃 當屬飯湯了 其實飯湯就是掛鍋飯 在屏東萬丹 這間沒有名字的攤位 纏連多年飯湯比賽的冠軍 一個大碗工 有十多種的澎湃好料 蝦喉 新鮮鮪魚 肉燥 魚丸等等鋪滿整碗 CP值非常的高 只要銅板架 就能讓客人吃飽飽的 當地人都說這是佛心飯湯 當地人都說這是佛心飯湯 當地人都沒有食物 可以吃 當地人都煮出 都煮出來了 掛鍋子有沒有 這個點心也 整個飯都有 因為它有飯還有湯 這樣做味道 這樣吃得比較多 四個湯大 四個湯大 菜要來嗎 香菜要來嗎 對 這間位於屏東萬丹灣內村的小店 沒有招牌卻是名聲遠播 常連好幾屆屏東飯湯比賽冠軍 料多湯頭好 常常不到營業時間 就有許多客人來排隊 有傳統叫古早味 吃多少年了 很久了 他們從開始賣就吃到現在 那有三十年了 對啊 都一直都沒有變過 對 我們紅豆有比賽 他三十六正在比賽 第一名 現在都叫他第一名 就是他來 他身前都沒有煮 身前煮都很好吃 飯湯對於許多北部人來說 可能很陌生 不過對於南部人來說 卻是一道非常經典的小吃 不少當地人 天天拿它當早餐 一大碗的飯湯 裡頭的料超豐富的 你現在到料去吃什麼 吃醇 吃醇 阿姨 裡面有什麼料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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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醇 雞肉 這麼多料 對啊 對啊 怎麼是豆雞啊 這是豆雞 屏東才有的嗎 對 屏東只有有 豆汁是用黃豆製成 經過油炸的加工食品 放在飯湯 可以吸附湯汁 降低油膩感 爆香過的蝦喉 鮪 鮪魚 三層肉的 搭配青菜 湯頭一入口 就綻放濃郁的鮮甜味 魚丸 豆汁鋪滿鐵碗 加上韭菜花跟芹菜 山珍海味豆包拌 CT值超高的 小碗只要六十元 一碗就讓你吃得超飽又滿足 雖然便宜 頭形飯湯做工卻不馬虎 陳美菊堅持一定要手工切肉 數十年如一日 這個比較費工 現在都用Q工的 Q工的做比較費工 Q工的這個比較口感 比較好 如果用攪拌的 比較沒力的口感 選擇油花分布均勻的三層肉 一層肉 一層皮 吃起來不會太油膩 也不會太澀 飯湯就是所謂的割道飯 過去鄉下農忙時 天氣熱比較沒有胃口 婆婆媽媽們會煮一大鍋飯湯 挑去田裡給家人當點心吃 從此這樣的一頓飯 就被稱之為飯湯 關於飯湯的典故 充滿鄉下的人情味 陳美菊刀夏這位 有肉有魚 是飯湯的靈魂要角 飯湯原本是農耕時代 農夫都會做的家常點心 但手藝巧妙各有不同 二十幾年前 紅豆節的比賽 也開啟了陳美菊的飯湯生意 有多少人比賽那時候 三十幾隊 三十幾隊 那你比幾名 第一啊 第一喔 對啊 哇 這麼厲害 那茶紅色比賽之後 還沒多久了 相公少的 我也是可以比 那比幾名 也是一樣 一樣什麼 第一啊 得了好幾次的冠軍 在眾多佛國媽媽廚娘中脫穎而出 讓陳美菊信心大增 從前公公早上 會在家門口擺攤賣菜 他也延續這樣的傳統 然後決定賣完菜之後 接著做飯湯的生意 嫁過來就知道沒有錢 就沒有了 空空的 靠自己的香蕉餅 你沒錢都會給我去合拼 比較辛苦 你沒萬賺嗎 沒有啦 沒萬賺什麼 人生先我們就做了 靠自己拼 比較有能力 九點收菜 九點收菜喔 他幾點要擺攤 六點 所以你分辨得出來 現在手上拿的是什麼菜嗎 我們知道啊 可以喔 是跟婆婆學的嗎 對啊 什麼油啊 蝦 蝦油 為什麼要用蝦油 比較香啊 我先用豬肉包香啊 然後再來用蒜頭 搭配香油下去包香啊 豬肉半肥半瘦 拌著蒜末 包香時香氣十足 濃郁的蝦油鮮香撲鼻 這些年比較粗重的活 都有兒子王俊豪接手 豬肉得炒到半熟 鮪魚再下鍋 煮一次差不多要一桶了 快一桶的佐料 加油蔥酥 加油蔥酥 然後再 油蔥酥十斤啊 差不多八十啊 差不多八十 八十幾 對啊 像你這樣拌這麼多斤啊 都很有技巧 技巧 沒有 沒有 耗蠻力而已 沒給它動的話就會焦了 最靠要四十分之一個小時 連續比較吵 不用連續啊 只要翻而已啊 因為要下料的話就會把火關小 胡椒 五香 沙茶 一層一疊 每家一樣辛香料 就得先翻炒入色 才能再往上堆疊 看起來不困難 但卻不輕鬆 陳美菊一做就好幾十年 我大概很早就走了咧 真的喔 你五十歲就走了咧 是生病嗎 對啊 生什麼病 死到會兒 撐不輕 結果我撐得撐到一半這邊 就不行了 就撐不下去了 有一點 留一點火啊 我就說這樣不好 農曆的時刻就走了 談起往事 雲散風輕 但現實的經濟壓力 讓陳美菊沒有悲傷的時間 還好兒子很懂事 只要有空就會回家幫忙 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幫忙了 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幫忙了 對啊 高中開始炒料了 之前是有去當兵 然後當了差不多四點就回來 這是小粉生意而已 這生意真的像是很香 微薄而已啊 不是很多啊 還要扣掉成本沒多少啊 這是媽媽的心意 寧願讓大家吃飽 也不願意掌架 用豬大骨和筍絲熬的湯頭 香氣迷人 當地稱為東港蝦喉的紅蝦 增加了海味 還有這個五花肉跟鮪魚 讓整鍋的飯湯又鮮又甜 有人一包就是好幾碗 一大鍋的飯湯 兩小時不到就賣光光 怎麼會想來吃這一間 好吃啊 怎麼樣好吃 吃的有古早味啊 好吃 吃多久了 很多年了 他老公還沒有走就開始吃了 有那個阿嬤的味道啦 跟小時候吃的一樣就對了 我聽喔 就是料多 然後量又多這樣子 然後CP值又很高 經過這裡一定會來吃啊 你想要做多久 做到幾歲 不知道 能做就做啦 動作運動這樣 動作運動 一碗銅板古早味 雖然沒有華麗的外表 但有著庶民的福食 誠意滿分更是無價 您有多久沒有吃到 用柴燒大燥煮出的美味呢 在屏東高樹鄉的大陸關 這裡有一間50年的小店 老闆溫飾河 從姨婆手中 接下這間老麵店 賣的是客家口味的 板條米粉跟小菜 他說啊 燒柴煮出的美味 是瓦斯爐 沒有辦法取代的 再加上 店裡的古早味擺設 讓這一間P&P的小店 成了大陸關 最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中午屏東高樹鄉的廣福村 這個客家村落 虎名叫做大陸關 即便地處偏僻 但總有很多外地遊客 千里迢迢來此 尋找煙燻火燎的美味 這是什麼 冰箱 那裡面是冰箱 比較好吃嗎 米粉 米粉好吃啊 對 畫面上這位施老闆 也是文史工作者的溫氏盒 二十年前從姑婆手中 接下五十年的老麵店 堅持用大造燒材 煮出客家古早味 材燒 你沒有幾年功夫 你會控制不到火盒 因為它沒有辦法 像我們快速爐這樣 馬上火來 所以我們都會算時間 大概什麼時候 我們要加一點火 大概客人會上門的這樣 因為材火燃燒面積大 受熱均勻 加上淡淡木頭香 材燒主食是傳統瓦斯爐 取代不了的 溫氏盒篩面的動作 慢中帶著自信 把燙好的手工板條 或是米苔木米粉 甚至在這手工 拉配的桃碗中 是美味也是情感 我拿出來 就讓朋友介紹 一間不錯 古早味的 用香味的 水味比較香 它的香味還好 我還要吃一點 鮭子吃一點米粉 你會吃兩碗 我吃兩碗 餐都到了 好 謝謝 吃看看啦 我們的米粉哪有吃喔 有 點半條 偷吃一點那個 別人的米粉一下 清晨南台灣的旭日 越過北大午山 灑落在屏東高速 大陸觀之間老宅 不靠鬧鐘的溫氏盒 6點20分 準時拉開鐵門 戴著口罩 清得一如漁灰 是每日第一件 例行公事 我們這個木灰 人家排隊要 今年比較多人 在採房子的木頭 不然我們都是 水果材比較多 像是說蓮霧 疊好小柴堆 點上火 再誠心向神明 點香助導 老宅煙囪炊煙鳥鳥 預告麵店一天的開始 一切講求古法 食物烹調的口味 當然也得高標準 這鍋高湯裡頭 放著是新鮮大骨 但別人煮一次 溫氏盒卻堅持煮三次 用滾水先泡三次 把它血水 把它血水泡定 有熱的水 它淋巴結它會釋放出來 對 對 淋巴結會有味道 臭折我們講的叫肉味 對 繁複的廚房備料 得在八點前完成 這是為讓烏農的鄰人 或是小販有溫飽的地方 當然有啊 那個賺錢的我都有 好 謝謝 好 謝謝 八點到十一點 賣有屋外面就算很好的 五錢的生意往往用手指頭 就能算出 溫氏盒卻也甘之如疑 畢竟物語很少的他身上沒有手機 他很喜歡與人面對面交談 這是他回鄉二十多年後的改變 最早是幾歲的時候 就離開自己的家鄉 當然二十歲 退伍的時候 就開始離開鄉下工作 到外面工作 在都市 對啊 那時候去揚美 住紡織工廠 對啊 其實非常不能夠適應 不習慣都市叢林水泥的生活 他去環島流浪了兩年 體會各地風俗迷情 如今他會在門口奉茶 也是因為流浪中的感動 休息的地方我常常坐下來 那個阿上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喝茶 我倒一杯茶給你喝 他還有一句話 我常常聽到就是 你可以這邊一直坐 坐到你不想坐你再走這樣 所以我當初有機會 蓋這個房子說 這個空間就是這樣 流浪激發他的原鄉情感 回到了大陸關 他曾靠檳榔風光也曾迷失 檳榔的生意做半年修半年 檳榔很好賺 利潤很高 你其他半年 要叫你去做工做不住 所以其他半年都在吃喝完了 所以我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變酒桶了 所以我常講 我現在為什麼沒有喝酒 就是我當初 我這輩子的佩吉 在我那幾年被我用完了這樣 由於檳榔產業沒落 加上賣麵的姑婆移民國外 他接下了麵店 一個原因是想成立文化工作室 另一個更是希望讓老趙 能夠延續柴果 開麵店第一天賣420塊 很難喔 我做14個小時喔 做生意全村的人都會知道 因為早上會 會拜拜 會放鞭炮 那全村都會 大家都會喘一下 都會知道 可是因為鄉下真的沒有人住了 所以那天做420塊 我媽媽很擔心喔 我說不用擔心 還好有人... 還有人吃麵 前面六年 每天營業額不到一千 她跟著太太咬牙苦撐 我覺得台灣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這樣 也不是說客家就會這樣 這三餐飲堡啊 孩子會長大這樣就好了 又把孩子養大這樣 夫妻倆會這麼努力 是因為這間小店的美味 紀錄著大陸觀的文化歷史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去海洋 我們去山地人 來 你們要吃什麼 有啦 有啦 喂... 就是我們這邊老地民 對啊 他們也從小年輕... 小孩子就來了 很好吃 因為從以前啊 我阿公啊 我們的爸爸帶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去砍柴 然後用油車再下來 然後賣到這邊 我們最先就先來這邊吃 裡面都客滿了 結果看都不是我們本地的 都是外地來的 因為有的人這樣 如果點很多菜的話 我們就要在外面有得等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等啊 看到老客人如此捧場 溫士河的職人精神 兼職賢俠之餘 也要自己去種有機的蔬菜 有刺刺聞一下 對啊 我也很怕蚊子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是農人出生的啦 所以本該菜就要自己種 這是柴燒在哪一部分要吃的 不好吃 是嫩芽 嫩芽 這都前天剛長出來的 這樣長出來的 這樣 很多耶 對 因為下雨天 還有蕨類 那個下雨天又熱的時候 它就長更多 其實我很多東西是客人教我的 我這麼做 客人會反應怎麼樣 我就會心裡就會傾嗆 我應該大概怎麼去正常反應 因為我那時候用那個 比較大量的那個 現成的那個油蔥書 自己炒的比較少量 你看那個很厲害的 客人的嘴巴多厲害 他說那個不是客家人的味道 如果他就罵我 我覺得還好 他意思說我 我毀了客家這兩個字的那個 對啊 讓客家民修 那從那天開始 我更努力自己炒那個 沖炒 在過媽菜園中 溫士河總有說不完的 柴燒故事與夢想 回鄉之後的他發覺 村子人口大量流失 他想要為家鄉保留點什麼 而大陸關的廣湖村 最有名的就是這三隻石獅子 都有不同的傳說 與大水有關 而這第二隻最為神奇 民國二十三年水災 全村流光 連廟都流走 全村流光一個人都沒有損失 一個人都沒有損失 你看當下還出生一個小孩 他的名字就叫中洪水 隔壁村 閩南村也很嚴重 因為他們在我們剛好下游 溫士河說的活靈活現 這些都是他的田野調查 但他萬萬沒想到 他做的這些歷史史料蒐集 會讓老麵店成了大陸關文化 延續命脈的所在 透過學術交流 越來越多的外地人知道 大陸關有著這麼一間 兼職古早味的小店 早年的三張小桌子 已經容不下來自各地的客人 十年前才會搬到 現在這個地方 溫士河靠著大造燒財 沸騰他對於家鄉大陸關的文化熱血 讓老麵店淘丸裡頭的美食 都有著濃濃的文化敵運 高雄延城區有一家鴨肉名店 開業至今超過了65年 2022年還獲得了米其林必比登殊榮 傳統口味只賣銅板架 所以每到用餐時間總是門庭弱勢 不管是在地人或是觀光客 都會大力推崇 而且Google評價有9000多則 4.3顆心 而一般的鴨肉飯都是切絲切丁 這裡則是霸氣的鋪上好幾塊的厚切鴨肉 肉感十足 鴨皮還帶有煙燻的香味 鴨肉多汁 不乾柴 再拌上肉燥更是油潤噴香 好吃的程度讓人不遠千里而來 排在酒都甘願 來 你要什麼 內用嗎 內用 現在外三桌 兩小肉 鴨肉 這兩碗湯26桌的 鴨肉它那個味道 那個咬起來 就是有那種肉感 然後又很新鮮 前前後來吃20幾年 每日來高雄我一定會來吃 嚴城區有很多開鴨肉店 那是為什麼這家用的 都很多人排隊 是因為我覺得它有它特別的地方 它不會太油 那個鹹甜也做得剛好 高雄這一間超人氣鴨肉飯 用餐時間總是一味難求 常常還沒開店 排隊人潮就從店內 一路排到其肉轉角 連觀光客都莫名而來 從哪裡來 香港 今天吃的感覺怎麼樣 它的分量很大 加了滷肉在裡面的時候 鴨香還有那個鴨油在裡面 很對味 我們是新加坡來的 我們昨天有來 那我吃過的就蠻喜歡 今天又回來了 那個味道很好 讓人讚不絕口的美食 是米其林推介的銅板小吃 Google四顆星以上的好評 超過9000則 傳承至今已經第三代了 飄香超過65年 是在地的知名老店 因為我們鴨肉飯的特色就是 不像外面切丁啊 或是一絲一絲 我們是直接切片 一片胸肉 然後一片翅膀肉 然後跟排骨肉 在鴨肉飯裡面 就有三種不同的肉去配肉 招牌的鴨肉飯CP值超高的 將近七八片大塊的厚切鴨肉 鋪在飯上 光是用看的 就覺得霸氣十足 鴨肉帶有煙燻的香氣 肉質多汁不乾柴 店裡獨創的鴨乳飯 淋上肉燥 擬人的滋味 勾人食慾 讓人忍不住 一碗接著一碗 而要做出這樣的美味 鴨肉的挑選就是關鍵 我這個鴨都在四十幾個鴨 剛才好 冬天鴨比較不會怕冷 就胃口比較好 就比較大隻 也比較肥軟 如果冬天怕熱 熱就沒有胃口 它就比較散心 當中不夠就不可以鴨 所以就多吃吃了 鴨就變老 所以冬天鴨最低的 比較沒有油質 比較濕 選擇三斤半到四斤左右的 頭飯鴨肉質佳 嫩度最適中 要先經過慢火吹蒸 才能讓鴨肉保有肉汁 而且Q彈 大隻的做鴨 因為大隻的 油肉比較厚 油也比較有 小隻的蚵肉 蚵肉比較厚 大隻好兩三分 大隻的時間 大隻的鴨也多少時間就夠 所以我們要給大隻生氣 那酸酸要酸酸多久 大隻的 普通的話 應該減二斤也會 溫里的鴨子肥瘦濃� 會影響水煮的時間 美中燉鴨的湯色 當然也就不盡相同 一切全憑經驗判斷 這隻鴨真的很好吃 因為 看它的整個形狀 肥嫩度 還有包括毛細孔 我們看的都是 鍋方會這樣子看 我自己在吃都是吃這一塊 但是我去看 沒有水肉做這一塊 對啊 不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有味道了 要把鴨肉做出特色 就要靠最新鮮的食材 吳洪志每天不厭其煩 清晨五點就起床備料 數十年如一日 鎮鎮鎮鎮 就生怕壞了老爸的招牌 吳登珍是鴨肉店的第一代 今年已經88歲了 只見他飽到未老 每天還是堅持來店裡坐鎮 很辛苦 不辛苦 你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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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轉鬧鐘 我告訴我 轉什麼鬧鐘 那個人不真真 我時間到了自己起來 他都... 那時候都做到... 我晚上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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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兩、三、三、三 一、兩、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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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每天都吃起來 我自小的時候 是科技不好看 我爸爸就說 一、二、三、三 就出來洗碗 要湯的味道 直接直接吃起來 然後還有鴨山 看起來很壯觀 肉剛出爐之後 他要讓皮膚熟 吃的感覺是 冬天前後那個肉 有稍微溫溫 還有水分 還吃點Q彈 還軟熟 那很好吃 鴨肉經過慢火燜煮 大約經過一個小時 三拔出淡淡的鮮肉香氣 但光是這樣還不夠 蒸煮過的鴨肉 要以糖燒製 使表皮金黃 才會帶著濃郁煙燻的香氣 今天也很漂亮 如果它有更冷 會變燒 燒臉再重燒製 就像煙燻的顏色 它是給顏色 那種煙燻的顏色 故意的 我不要讓它太深 因為太深就感覺比較乾 這些都是今年累月 累積經驗的判斷 吳洪志從國小 就要幫忙下廚 磨練出一身廚房的功夫 悶熱狹窄的廚房裡 就像三溫暖一般 考驗著耐心和經驗 我們這個肉燥要炒的話 就是熱鍋完了 就肉燥可以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就先翻炒一下 炒到全部油都蓋過去肉燥 這樣就可以放香料了 肉燥也是我爸爸 就是十三個月有熟的 台人的大米熟的 有這炒肉燥 肉燥就是我們的家傳事業 這都是要慢慢學習 慢慢經驗 才能達到那個標準 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要專心 炒這個都要很專心 剛回來接手一定會有失敗 不可能一次就做成功 會失敗很多次 爸爸就要被打拼罵 對啊,就會順便說 不是這樣子做出來這樣 做錯了還是要做 做那麼多次 遮那麼多次 再做到那裡 我們也是要這樣 經驗中經驗中學起來 當天現煮現切的鴨肉 經過煙燻 搭配肥瘦適中的乳肉 堆疊出迷人的風味 除了鴨肉飯 有些人會搭配冬粉 吃來鹹香入味 加上一碗綜合下水湯 喝了暖胃也暖身 現在老店傳到第三代 除了延續美味 來到這兒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點餐都不用寫單畫單 只要講過一遍 老闆就能記得 來,要內用外帶 我要外帶 加老闆一大一小 好 加新乾湯兩碗 好 綜合下水乾的一份 好 加米血一份 好 請問一下要多放青菜 今天是菠菜 那一份上一份放青菜 好 就這樣 裡面取餐 先生外帶一大一小鴨 米血、青菜 綜合乾的 跟兩個新乾湯 您看看這長長的人融隊伍 點餐 真是對老闆的記憶大考驗 那你覺得老闆記性好不好 非常的好 記性很好 因為我前面 前面一個應該點了 可能有七八樣 七八道菜 他全都記得了 真的嗎 然後後來他就繼續拿 下一位就顧客的訂單 不用花單 不用,他全部都記得 厲害 所以你記性一定都很好嗎 也沒有啦 就是慢慢訓練出來 每個客人就是會 插腰這樣看你 對啊,因為他覺得 是我動作太慢 他就說 做出來怎麼樣 就是慢慢來 我就會請教爸爸 因為爸爸就是 做二、三十年 對啊,身邊就有一個老師 可以問他 他鴨肉很嫩 然後很多汁 味道也很好 就真的很棒 然後他肉燥也有那種肥肉 在裡面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很香 那個香氣就全部湧上了 那個肉燥很濃稠 還有這樣會黏 會黏著 這樣啦,台灣說黏著 真的很好吃 那它的鴨肉 就是有一定的大小 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很新鮮 你吃多久啊 吃差不多四十幾年 有時候客人會誇獎我 我會害羞 對 話講你什麼 比如說機力很好啊 不輸爸爸啊 或是說 就是跟爸爸以前一樣 我就滿開心的 畢竟就是 如果做到傳承這個步驟 做到什麼樣程度 先做到百年老店 目標目標 走過一匣子的好味道 除了有著經濟實惠的 庶民美味 成功的背後 有三代齊心努力打心的精神 還有那一份知足感恩的心 肉丸是國民小吃 各地做法也不同 除了又真的炸的 您吃過這獨特的鐵板油煎肉丸嗎 在高雄有一家五十年的小吃店 老闆無聲話 把肉丸先蒸熟之後 再放到鐵板上去油煎 外皮有著酥脆以及軟Q的口感 在淋上自製的獨門醬汁 讓人一吃就愛上 也是很多人 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這樣是最好吃的 要這樣剛好 這樣剛好 煎到怎樣 這樣它已經都煎好了就這樣 你要吃的要方便 不要讓它那個太焦 這樣剛好 這樣的肉丸就剛好 有些的話 有些客人他會要求更焦一點 要煎到那個稍微有一點焦會搭 一般的話我們都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把裝好的肉丸放上鐵板 小火慢煎 直到外皮呈現金黃色澤 有點恰恰的感覺就能起播 這種獨特的油煎肉丸 你曾吃過嗎 那是我們的做法 就只有其餐 只有我們這邊 現在台灣應該只有煎的肉丸 只有我們算是用比較古早的做法 它完全是用那個乾薯粉 含雞粉下去做的 它沒有加那個再來米粉 所以它的話 煎起來的話稍微有點QQ的 然後煎的話用的焦焦 這也是人家煎魚的樣子 這樣煎起來可能比較好吃 小姐請問你要什麼 我要肉丸 然後像那樣的肉丸 好 這家傳承半世紀的肉丸老店 許多客人從小吃到大 就算離開家鄉 也念念不忘 這個是童年的回憶 從讀書的時候 二十年前就在這邊吃 因為它的肉丸 脆脆 一般我們吃的都是油炸的 或者蒸的 那個吃久了其實會膩 第一次學生時候 吃到這種用煎的覺得很特別 然後它就是咬起來又有一個頭感 脆脆的 很像吃這種卡滋卡滋的 Q彈很順口 只要我下來我就會過來 它的特色比較Q彈 還有它的醬酥也是比較 跟一般的不一樣 一顆顆飽滿的肉丸 晶瑩劈透的外皮彷彿彿吹彈可破 外皮酥脆又帶點軟Q 豐富的內餡幾乎都快要炸開了 淋上自製的醬料 以及酸甜辣椒醬 蒜蓉醬 彷彿有神奇魔法一般 一吃就上癮 雞三煎肉丸 它是由來吃由我們那個外主婦 它以前就是用那個推車的 用推車然後推著 然後在沿街脫麥 以前是用炭火的 那炭火大的話就會超微大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再等到它炭火的話 另外再把它加火加上去 然後再用那個扇子醬 無聲化回憶起阿公那個年代 推著攤車沿街叫賣 除了賣美食也賣人情味 是祈山最美的風景 以前沒有機器 都是手工這樣攪一攪就可以包了 阿公時代的肉丸 人家都會問他 你的肉丸怎麼破破的 他說破破的比較好吃 對阿公時代阿公就說 破破的比較好吃 番薯粉和水的比例 是製作霸丸的外皮 成功與否的關鍵 天氣 濕度會影響含水量 因此每天都要微調 這些全部都要靠經驗 粉漿的製作有時候會比較麻煩 做得不好的話 吃起來就會比較軟爛 掌控得好就不會爛爛的 所以這個是用是那個每天攪拌 對 每天早上店仔的 讓它肉早上來 我們早上才開始做 要攪拌一下讓它粉一下 像這個稍微有一點熟的話 就可以關掉了 要稍微瀝乾一下 不能太熟 不能鹹熟 一等下蒸的話 它又要再熟一次 這樣就可以拿去包肉丸了 肉丸搭配的醬汁也是每天現做 簡單的調味搭配滷過的肉汁 味道濃而不膩 我們用的是有那個糖 鹽 還有那個五香粉而已 醬油要看天氣 看我放肉放多少 它才能調那個醬油的比例 四汁的醬汁淋上煎得酥脆的肉丸 吃起來有咬勁又不軟爛 整體的口感很有層次 深受不少掏客的喜愛 以前我是在工廠做很多公司 當過司機也有 當過操作員都有 然後最後當過沒有 之後沒有臉的話 就回來才回來做接班的 接我媽媽的班 媽媽現在都已經退休了 已經要九十歲都沒有做了 然後接下來花花都沒做 炒創起也是非常非常困難 勉強可以打拼而已 儘管工作相當的繁瑣 夫妻倆有默契的分工合作 有些工作急不得 就只能花時間去等待 在講求速成的年代 這樣的古早味 真的幾乎都要消失了 肉羹吃起來有醃過的香氣 粉皮很薄 口感扎實有咬勁 一碗銅板架 分量卻很飽足 經過拌炒 吸收湯汁的古早味泥粉 香氣十足 每一口都有媽媽的味道 有些人甚至會點上一碗 豬血腸湯 鮮嫩的豬血配上Q彈的大腸 是讓人一吃 就難以忘懷的家鄉味 有時候外面買的 就不是你想要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們會堅持 我們要的味道 包括我們的肉圓 之前也有人建議我們 用機器取代你的人工 可是我覺得 那種是一種溫度的感覺 沒有想過你自己會做到好久 做到我不想做吧 我有提議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做 重點還是要有人傳承 守住傳統 延續古早味 無聲化和太太齊心 要把上一代的好味道傳承下去 高雄美農有一對 回鄉創業的小夫妻 堅持不走傳統路線 用紅龍果 地瓜葉 沈蜜番茄等自然食材 創造了色彩繽紛的彩色板條 大受歡迎 但其實一開始 他們是用工廠製作的板條 結果開店三個月 就燒光了三百萬 不得已才會自己做板條 反而闖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長長筷子腳呀腳 五彩繽紛的板條 在麵勺裡跳呀跳 維古爾功夫 彩色板條 裝入碗裡淋上肉燥 想同時搶工你的視覺跟味覺 它的顏色有那個細膩 然後吃起來的話 你看它的板條 有比一般的話 它雖然看起來就是有那個 帶一點晶瑩剔透 可是它在吃的當下呢 不容易斷裂 就是帶一點Q度 我覺得顏色比較豐富啊 所以看起來就 胃口也會比較好 彩色板條讓人食指大動 也讓這一家古色古香 坐落美濃的小店 中午時分熱鬧滾滾 波高板條 可是你們車子會一直曬太陽嗎 要不 那就還好 我會幫你用包紙把它包起來 就保鮮一下 青年級老闆娘鍾情婷 仔細留意每一根環節 就是希望細心呵護的手工板條 都能呈現出最天然新鮮的滋味 所以已經從哪裡來 還滿 特地過來 對 他們家的就比較Q 真的吃起來口感不一樣 高雄 高雄 它車程要多久 一個半小時 客人不遠千里 都想要來嚐一口的彩色板條 色香味俱全的最高機密 就藏在這白色米粒中 高雄一次七號米它 有一種芋頭的香味 像我們也是找了很多其他 別的縣市的米 但是還是它的香味比較好 做起來的板條就是米香味很重 很濃 結果聞起來就滿好吃的 想盡辦法 要在板條一級戰區美農 殺出一條血路 別人用再萊米 他們就選蓬萊米 夫妻倆常變百米 終於讓他們找到一款秘密武器 高雄一四七號蓬萊米 只是蒸出來的成品 卻很讓人傷腦筋 會像飯一樣一黏 很容易斷 就是下去燙的時候就爛掉這樣子 夫妻同心其力斷筋 兩個月不眠不休做板條 終於找出米跟水搭配的完美比例 而他們努力的動力 其實是殘酷的現實環境 我們在開的前三個月 已經把我們繼續掃完了 一兩百萬都掃換了 三個月 前三個月就掃完了 懷抱遠大夢想 回鄉創業 最後卻連想買食材都口袋空空 回鄉體那段歲月 鍾情廳忍不住 悲從中來 我們到現在即使到現在 我們都會覺得很心酸 講起那一段 對 幾乎要放棄了 是已經要放棄了 所以才做板條 幸好夫婦倆咬牙挺過難關 這用心堅持的蓬萊米板條 終於被看見 她年紀大概60歲左右 她說她這個味道 是她小時候的味道 她已經很多年很多年 沒有吃到這個味道了 一句讚美 讓鍾情廳信心大增 口袋傳開 客人開始漸漸回流 她突發奇想 如何在純白如雪的米漿裡 玩出不一樣的一片天 然後就有一天 在看我父母親 在種地瓜葉 然後在種陳蜜 那時候剛好冬天 在種陳蜜 我就想說 這個是不是可以加進去 然後我就說 那把它加進去 還跟我媽媽跟我爸爸 就說怎麼可能可以加進去 我沒看過那種板條 我就說不要亂搞了 看起來溫暖又有甜味 跟香氣的醇蜜番茄 是鍾情廳從小吃到大的水果 也是它一響起 就會在嘴角揚起一抹弧線的 美濃家香味 攪拌機裡 溫暖的家香味 高速沖撞 激盪 融合 鍾情廳拿出科學家精神 要將這一抹量局 化為甜蜜板條 在所有的蔬菜裡面 水果裡面 層蜜的香氣是最重的 因為它本身這個品種的香氣 就很濃 濾掉雜質 一如濾掉不愉快的創業經驗 鍾情廳的板條店 要從這閃著幸福光芒的橘色米漿 重新出發 一開始就是地瓜葉 然後原味跟層蜜 對啊 然後現在就加了很多 蝶豆花 山黃汁這些東西 彩色板條的實驗廚房裡 鮮紅的火龍果 燕子的蝶豆花 嫩綠的地瓜葉全都來爆到 哪一種口味好 哪一款顏色加 中家人跟鄰居全都成了試吃大堆 然後鄰居敲他門 鄰居說誰啊 我說我是宣慧 我說宣慧不是嗎 我在忙耶 我說媽媽沒關係我等你 他說你拿板條嗎 我說對啊 鮮豔火龍果米漿 嬌媚蝶豆花米漿 嫩綠地瓜葉米漿 潔白米漿在銀盤上揮灑出一幅血液泊墨 得輕輕搖雲讓它布滿盤面 接著緩緩放入一百度的鍋爐中 蒸煮時間也得斤斤計較 蒸太久會過爛太短又無法成型 得搶在一分二十到一分三十秒開鍋 米漿才能華麗變身 要等它涼才能脫模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每一個先脫模 然後涼的我們就先把它撕起來 繽紛多樣的彩色板條 冷卻之後切拌下刀動作得輕柔精準 否則撕破板條可就難看了 我們還要再抹一層油然後再把它撕起來 用蓬萊米做的板條跟再萊米不太一樣 再萊米比較沒那麼黏 蓬萊米就是我們一般吃的白米飯 比較黏 然後把它撕起來 層層手工製作的板條被輕柔的緩緩拉起 在陽光照射下呈現透亮光澤 沒有關係正常速度就拉著 對 我正常速度就那麼慢 是喔 對 原本沒有耐心的鍾琴婷 因為做板條 訓練自己凡事得慢條絲理 因為要做好板條 樣樣都擠不來 它容易破 而且它非常黏 Tiffany來了 我們會摺三摺 然後再切 現在先生在前面照顧客人 老婆就在後頭忙出菜 自家經典的炒板條 也炒出了一番心得 一定要加水 然後不能過度的翻炒 因為蓬萊米它黏之外 比較軟嫩 所以如果你過度的翻炒它的話 它容易斷裂 或甚至黏鍋 還沒嚼 好入口 對啊 讓奶奶吃了那 這樣一口接一口 非常的好吃 你看我的表情 就知道這是值得按讚的電焦 這片娘家的小小菜園 是夫妻倆舒壓的小天地 也是他們天然食材的最佳菜集廠 現在就是用自然農法 不要灑藥 也連有機肥都不要 就是用自然的方式 就是沒有用到的葉子 果皮都可以做成酵素 把先生喜歡的菜肴 融入自家手工板條 夫妻倆幸福甜蜜 又默默守護的心 讓他們的彩色板條 不但鮮豔奪目 更充滿了濃濃情意 而美濃這片土地的未來 也因為他們的努力打拼 充滿了無限可能 在高雄有一家超高CP值的痛風海鮮砂鍋中 以浮誇的造型 跟多到碗都裝不下的海鮮 一碗就能夠吃到蝦 三點蟹還有紅薰 很多陶可都大呼過癮 而老闆洪張佑原本家境很不錯 但父親因為幫人背書 欠下了千萬債務 為了還債還極勞成績 年僅49歲就縱然理事了 讓原本開修車廠的他 開始了負債子還的日子 一度還到港邊當辛苦的康御工 最後他靠著澎湃的海鮮砂鍋中 加上自己的努力 終於苦盡甘來 痛風兩個要看嗎 痛風的料給他倒了 蛤蟆 蛤蟆 廚房裡忙得像打仗 七十五年次的紅張佑 總怕客人久等十六爐火力全開 超浮誇的痛風粥 都是這裡的人氣招牌 一上桌就飲得幾乎連連 哇 它的料很多是讓我嚇到人 還好我沒有痛風 不然我就走不出這個店門 點一鍋 你就可以吃到不同的海鮮 因為它還有鮑魚 看到就覺得超驚奇的 就一次可以很多滿足 四隻大白蝦 一隻澳洲小龍蝦 兩隻三點蟹 外加一隻滿滿蟹膏的紅蟳 吃上一碗就大呼過癮 CP值非常的高 三個人吃兩鍋就飽了 非常划算 自己的親戚有在抓 有在抓一隻馬 所以我本身拿到的 現在比別人比較小小 不只要用其精 新鮮現補的螃蟹 紅張佑還只用個頭大的 尺寸比普通吃到飽用的 大上將近一倍 蟹膏多不多 就要看母蟹的肚子 是否有個粗線條 這隻 來 真的耶 來 果然是準 對 就是線條處 它裡面的蛋真的很多 對 蟹膏之王紅蟳 用這個來行的方法來挑 更能保證吃到滿滿蟹膏 韜客專程上門 最愛的就是這一味 蟹膏還滿多的 因為我住海鮮 所以說這邊吃不新鮮 我吃得出來 把海味烹煮得鮮美透徹 可能很難想像 過去的紅張佑 跟餐飲業完全扯不上邊 小時候紅爸爸經營茶行 還跟著流行養起了賽哥 比賽得了名次 賺了不少錢 紅張佑的童年過得相當不錯 但起料國一時 爸爸幫朋友背書 一夕之間家中經濟風雲變色 當時記得好像欠了快將近一千萬 從那時候開始 我爸爸就沒有笑容 還他每天都吃不到 就經濟中情中情 已經沒什麼錢 晚上有時候就煮一鍋 一鍋麵條幾包麵 裡面加了幾顆蛋 幾顆蛋全家四姐弟還有爸媽媽 就吃兩顆蛋還有一些麵這樣而已 眼看父親為錢擔憂 高三的他就決定放棄學業 到汽車保養廠當黑手替爸爸分擔佳計 沒想到積勞成績的爸爸 年僅49歲就傳來離癌的噩耗 突然殺手人寰 記得他要過世的前半個小時 我們還在醫院陪他 他還跟我聊天 聊著聊著跟我說 我明天就要出醫院了 其實想說蠻開心的 我只走了半個小時 就接到電話 說我爸已經快不行了 我不相信你知道嗎 我一定要自己回去親眼看得到 可是回去到醫院的時候 他整個人僵硬了 已經不動了 來不及了 對啦 來不及了 回想起那時父親驟然離世 洪章佑還是忍不住掉下眼淚 年輕的他把傷痛刻在心中 努力打拚開了自己的修車場 沒想到才剛開張 債主就上門討債 負債子還的壓力 讓洪章佑跟太太商量 把好不容易開成的保養場盤讓出去 解決父親留下的債務 但同時他也等於沒了工作 不想讓孩子跟著挨餓 身無分文的他 就到港口邊做起粗重的扛餘工 那種工作真的不是人做的 黃其偉 補黃其偉 一直都50公斤以上 將近快100公斤 用肩膀扛著 然後趕快摸下來的時候 去那房間放下去 所以那是要命速度的 半夜烤完魚已經累得幾乎虛脫 但洪章佑天一亮 又趕去禁止工廠送貨 日以繼夜為賺錢分波 太太卻擔心 她會因此累得倒下 她跟我說她爸爸就是 也是得癌症之後 然後就一直為了錢這樣從 然後到最後就累到 然後我就擔心她 也是有一天會責任 不想重演父親的悲劇 洪章佑決定放下一切 從零開始 轉座餐飲業奮力一搏 要做就想做到最好 洪章佑專程到屏東加東搶好貨 親自挑選有機沒放藥的小龍蝦 小龍蝦是品種不是小龍蝦對不對 不是 它的名稱就是 它的名稱 基本上它是叫熊蝦 還是台灣有人說澳洲小龍蝦 我們習慣人都叫澳洲小龍蝦 所以它大小龍蝦也是小龍蝦 也是很小的吃 帶回熊妻的食材 接著就是發揮創意的時刻 像它端出的小龍蝦蝦鍋粥 除了有兩隻大到碗都塞不下的小龍蝦 還有馬來西亞名蝦 吃上一碗能嘗到滿滿的鮮美蝦膏 小龍蝦的蝦膏 那口感上特別的濃郁鮮甜 沒有龍蝦的那麼的海味 但又卻有一種獨特的味道 客人吃的讚不絕口 但當初開店的前八個月 卻完全是另一幅光景 生意冷清 每個月虧損七八萬 讓洪章佑感到前途茫茫的不安 我走投入了 那邊朋友都借不到錢了 而且明天要繳房租了 都繳不出來了 無奈的情形下 我跑去附近的媽祖廟 拜拜 請媽祖幫我渡過難關 沒想到我高歸媽祖 連續給我七個聖杯 他還給我滿大的信心 當時候馬賽又沒力了 洪章佑找到精神上的動力 努力推出各種大器好料 殺出一條深路 像是把洪蝦的蟹膏全部挖出 再跟雞蛋一起拌炒 組合這道雙循爆蛋 既有蟹膏又有蛋香 濃郁不膩格外順口 還有這半隻博士頓龍蝦 就這樣趴在砂鍋口上 手掌大的大熬 肉質鮮甜Q彈有勁 另一款人氣的鮮蝦砂鍋粥 更是有多達15隻大白蝦 還加入蛤蝦 魷魚干貝的配料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很便宜 也真的一碗就15隻蝦子 在外面就應該不只這個價錢了吧 豪妹吃進嘴裡 每一口都是最新鮮的海味 更綿密的養生粥完美融合 養生粥是用香味濃郁的南瓜 跟中藥及堅果一起打成南瓜醬 吃進嘴裡濃郁的南瓜香味 就在口中蔓延 很濃郁 但是它又不會壓過海鮮的味道 所以很好吃 外面吃不到這種南瓜口味的粥 生病的時候也可以來吃 煮到就是你的米飯完全不用咬 就是入口即化 為了把米粒煮到綿密 洪章柚就像搖槳一樣 在40多度的高溫下不斷攪拌 即使滿身都是汗水還是馬虎不得 要讓滋味更有層次 洪章柚堅持不加味精 而是用新鮮的白甘蔗 來提出自然鮮甜 這個在外面吃的白甘蔗汁 我小時候看媽媽都拿這個用肉 然後就拿來吃空了 白甘蔗試下去的話 味道都跑出來就對了 熬湯頭的大骨要先敲碎 讓骨髓可以更快釋放 而且洪章柚還不惜成本 加進牛蹄蟹一起熬煮高湯 沒有人生病像我這樣用整隻螃蟹 下去熬湯的 好像什麼我都用成本比較高 就不知道為什麼成本比較高的東西 試出來就是比較好 下重本研究出的黃金比例 讓小店漸漸打出名號 生意穩定後 洪章柚跟太太沒有忘記初心 反而因為過去辛苦的經歷 更決定要把愛心散播出去 這家庭的你剛好 開始拍了 你刷拐這邊嗎 帶著新鮮的粥到街上 分送給貧湖的街友 這幾乎成了洪章柚每天的利息工作 我去的時候 大家都開心到 因為我的療餐很多 對啊 我裡面有蟹蟹有蛤蟹有蛤蟹 你們想說 哪有好好的送這個來 如果等到冬天的時候 很冬天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夏龍 你為自己覺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我才有成就感 曾經面對人生一次又一次的打擊 洪章柚卻始終沒有放棄 把自己一手爛牌的人生再度翻轉 現在不只有了穩定的生活 更多了心靈上的富裕 人的一生中總是會出現許多貴人 但有沒有一位貴人讓你此生铭記在心呢 中南部的街上常會看到像這樣外省麵的招牌 而在高雄人物就有這麼一間超人氣的外省麵 每天都擠得水洩不通 老闆鄭清庸從小是在內門長大 小時候最愛吃的就是村子裡面 江西老兵盧勝貞所煮的外省麵 長大之後他歷經創業失敗 最後回鄉和老爐來學做外省麵 如今靠著這碗麵扭轉自己的人生 還滿好吃的 一吃就會喪 我從國小吃到現在那個味道都沒有變 師傅在我人生最古底的時候 他繞我這麼一把 讓我今天有做國飯吃 我一碗麵快帶喔 我一碗麵快帶喔 我一碗麵快帶 中午時間高雄人物街上 之間在地人口耳相傳 賣外省麵的店 人潮滿滿 照護聲 此起彼落 來 光臨 光臨 來 滷在這邊吃喔 凡在櫥櫃 芳香思義的各式滷味 客人向黃蟲過境一掃為空 而招牌外省麵口味多種 有豬肉 榨菜 牛肉等乾麵湯麵 而最出名就是這碗豬肉麵 我女母人 他們的麵滿出名的 就圓舞的人都喜歡吃 特別香 住南部的話 滿喜歡吃那個外省麵的 整碗面攪拌均勻 音韻的熱氣 散發著淡淡麻醬與豬油清香 還有醬油的提湖味 最後再配上這碗店家附贈的 大骨清湯 好吃到很多人吃了三十年 還不會膩 從我小時候吃到現在吃到長大的 我都吃它的乾麵 因為它乾麵本身就有麻醬 就很有特色 尤其它的麵條比較Q 為了瞎話等待的人潮 老闆夫妻倆得分兩邊一起煮麵 雙手沒停過 煮麵煮這麼快 不是要拼翻桌綠 而是要把這枚人工添加物的 獨門自製麵條 煮出有古早手工麵條的口感 你是來看一下 看它的光澤度 麵條透不透的光澤度 去判斷說 它是大概只有幾分熟這樣子 一邊煮麵一邊的碗 得趕緊放入幾樣 再平凡不過的調味料 麻醬啊 獨門的醬汁 今天滷肉 這是我們那個黃金豬油 挺驚豔 好囉 來 麵好了 還滿Q的 然後很道地 然後它的 又配上它的這個麻醬 就整個口味就很爽口這樣子 看似簡單 其實美味藏在細節裡 現在撈起來20秒內 一定要到客人的手上 要不然我會把那一碗麵倒掉 通常 你真的有倒過嗎 有 問他們就知道了 最多倒過多少 一整鍋都倒掉 寧願丟掉也不要砸了招牌 鄭青庸對自己要求超高 他說早年開店 自己像是個火爆浪子 那塊 你是 那塊嗎 這塊一塊餅子 這些鄉親他們口中時常講 任務最完結那塊餅子 那就是外星人那塊餅子 都是為了工作的事 我們不會其他的事吵架 靠吵架出名是玩笑話 畢竟讓他們紅遍人舞的 靠的是這碗外省豬肉乾麵的真本事 像以我個人來講 我一碗麵再吃大概三分鐘 我們的麵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劑 所以他本身的Q度的那個時間 就會比較短 把它拌均勻了 人間美味 其實所謂的外省麵就是一般的白麵 但對高雄內門出身的鄭青庸而言 外省麵就是他的師父老盧 盧盧盛真的代名詞 外門那個地方是一個很正常的地方 沒有人在做生理 賣麵也沒有幾桌 我們師父就是賣麵 為了一個外省的 所以在正常這裡 大家說要來吃外省麵 其實就是要去我們師父吃麵 來自江西的盧盛珍 那時候就只賣這碗 噴香的豬肉乾麵 但對出身平寒的鄭青庸而言 能吃上一碗是奢侈 記憶中的美味 但為什麼後來會去跟老盧學賣麵 這得從他的家評說起 被歧視中長大的小孩 甚至也有人直接跟我爸講 你的小孩子沒有後勁啊 就是因為這些人這樣的環境 那照就我們兄弟姐妹都一樣 在生命的韌度 碰到困難的時候 這個韌度都比別人強 所以長大後的曾慶庸很努力 先在北方穿菜館當學徒 最愛的老婆也是那時候認識的 是一個窮小子啊 那真的長這樣 那個時候很瘦啊 長得像一隻猴子一樣 那我不知道他喜歡我哪一點 那他願意跟著我這樣子 師父 他從一個來幫我 鄭青庸學成之後出去創業 但接連做了幾份工作 卻都失敗收場 走投無誤之下回到內門 父親跟他說 去村子找老爐學賣麵吧 在我們那個村子裡面 就是有很多人 沒頭路的 還是過得不好的 他就去我們師父那裡 拜託他咬咬 出在外面都開得不錯 師兄弟師 就也都一直沿用這個 我生命我生命這個名號這樣子 如果教徒弟有一個原則 沒地人沒咬 他只教內門子弟的人 老爐對待這群貧困子弟也超佛心 從不讓他們打掃洗碗 師父他就講 你是要來跟著我學做麵的 這些洗碗擦桌子掃地這種東西 不用學 你自己就會做了 鄭青庸就這麼跟師父學 才發現 從小聞到會流口水的這碗麵 做法原來這麼簡單 但卻一點也不容易 像那勺獨門醬油 就是要把溫體出的後腿肉 跟著醬油一起下鍋 就成了底蘊濃厚的滷汁醬油 後腿豬肉的精華 那我們的醬汁是靠這一鍋去調配的 每一鍋都可以搞砸 就只有這一鍋不可以給我搞砸 滷成金黃色的豬肉切成薄度適中 四片肉成了非常重要的綠葉 另外加上自製的豬油跟麻醬 就是整碗麵的靈魂 而整碗麵的主角就是手工做的外層麵條 成分只有鹽 水跟麵粉 靠著雙手反覆揉製 師傅每一天大概就是 四點就開始做麵了 你們覺得好像我在後面很輕鬆對不對 其實一點都不輕鬆喔 做麵的技巧就是在於 你要把手關進在裡面 讓那個力道很均勻 師傅無私親郎相授 三個月後 鄭青庸學成跟銀行借了十萬元 民國七十九年 帶著還沒駕進門的朱錦翠 到高雄人舞開店 兩人把人生一把縮哈在此 也沒有扛幫 就自己用木頭 訂了一個A字板 然後自己寫上外省面 就是整個弄好以後 我身上只剩七千五百塊 我剛開始是做辦公粥的 然後被他帶來這邊煮麵 我都滿足我家人來了 跟他那麼苦耶 說三天可能花五塊錢 那個時候就把錢省下來 開店前兩天賣的金額少到 三十年後還記得一清二楚 第一天很慘 九百三十五塊 應該是我有打聽過 好像是我似乎所有的徒弟裡面 開幕第一天生意最爛的 第二天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一千兩百塊 但誰都想不到 這位營業額最低的徒弟 靠著苦做持做的精神 慢慢把生意做大 快三十年了 在附近一個小麵炭而已 客戶帶我來這邊吃 我媽媽說也很氣 他說奇怪 為什麼帶我來吃這麼小間的 結果一次就傷癮到現在 從早年跟人租店面 到三十年後有自己的店 還開了分店 但為了應付川流不息的人潮 每天必須做的手工麵條 他一個人真的吃不消 是要全身用力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腰都會都有出問題 而且他做的時候 你知道他手也被曾經 機器夾過 整個指甲都脫落 指甲這樣也沒有休息 拿一個板子這樣子弄 所以鄭慶庸才會去買的製面機 花了三個月 終於釋出合適的比例 做出依舊保有手工麵條的 原有風味 要客人講好才可以 所以我又經過 大概三四個月的市場測試 評價越來越好 他們會三不五吃 你最近的麵變Q了 你最近的麵變好吃了 這個是自製的麵 所以它吃起來很順口 就是很滑 然後外面就是有一點 好像比較硬一點 可是它的很柔軟 另外為讓自己提煉豬油品質更棒 買了這台要價不菲的 蒸氣迴旋鍋爐煉出黃金豬油 以前傳統在油炸豬油 那個溫度可能都超過200度 顏色就會比較深 那個品質就比較差 煉豬油它的溫度會比較低 所以它的炸出來的品質 當然它就會比較好 而且有生意頭腦的鄭慶庸 看到很多客人都是外地客 總會包上生麵帶回去 所以它也發展出冷凍麵條 讓在疫情這段時間 它得以能夠維持業績 鄭慶庸現在的麵店 裝潢成古色古香 取得店名也是想紀念 它的師父老盧 我師父是肝癌去世的 那住院大概兩個月就走了 那沒有一個徒弟之道 是接到通事的時候是 他們是說你師父已經過世了 那我整理一下我的情緒 對啊 就是他對你的恩情 就像師父在照的父母 對 沒錯 鄭慶庸想起師父突然哽咽 是因為心疼 老師父在臨終前 還是那樣的低調 讓他無緣再跟他說聲感謝 為什麼不讓我知道 那我師娘就說 這是你們師父搞大 就是說你們這些師父 都是乾坤人 賺錢人 需要做生意 需要賺錢 因為他的身體這樣 工作不做 他是我這一輩子 碰過最無我的人 他讓內門這麼多子弟 因為他有飯吃 但是他在他人生最需要陪伴 最需要安慰 最需要鼓勵的時候 他選擇某某的離開 那是感覺 他最需要安慰 是一個選擇 但是他會覺得 不是啦 那是我這一輩子 裏聲 circuits